安华被释放了 喊了二十年的烈火莫西 他万万没想到 最初那个仇人 最终让他重获自由 一切从马哈迪开始 一切也由马哈迪来了结 今天一大早 在康复医院驻守的媒体和支持者们 他们顶着大大的太阳 一路从医院然后直奔王公 再去到安华的家 然后直才晚上 在巴达林东区大操场的活动 要见证安华 睽違三年的演讲 巴里最热报记者团队也兵分两路 为大家全面报道这一段路程 我们先来看看早上在医院的情况 人生有多少个二十年 烈火莫西这句口号 从1998年喊到了现在 随着马来西亚政治大洗牌 曾经入狱三次的安华 也在今天获得了元首全面特赦 安华释放了 那烈火莫西的火焰在今天 燃烧到了最顶点 支持者也在医院前 是奋力的嘶喊口号 二十年啦 最大手的钱开军 你看 今天 这是我们的日子 从1998年 到现在 这是一个很大的努力 让我可以召唤 严谣高照 媒体大军够等了两三个小时 又是撑伞又是妈干 你看看这个阵仗 国内外媒体都争相采访 那最后记者就灵机一动 干脆所有的麦克风都捆绑在一起 方便拍摄 谢谢你谁的公共啦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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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啊等就在早上十点半 公正党主理主席 Azmin出现了 并交代今天安华的形状和特色程序 所以我将来说 我将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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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医院 这几时 晚上 我将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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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记者在大太阳底下晒 但是没想到 警卫就突然间要记者把摄影机都移开 让路 而且限时两分钟 引起了一阵骚动 而公正党的宣传局主任法米 就出面协调了 心情大好的法米 还跟媒体玩起自拍 自拍再自拍 至于准备出院的安华 精神饱满 一脸轻松的 跟旺姐和探访者谈笑风生 那换过衣服之后 旺姐紧紧搂着安华的腰 一起走出了医院 门口的媒体一见到人 就硬窝蜂涌上去 现场是一片混乱 君警围成人枪 你推我挤 那原本说好 要讲几句话 没想到安华 就直接上车了 不过最后 她也寻众要求 站起来挥挥手 那媒体又是一轮推撞 你看公正党老二啊 也要挤着上车 安华上车离开 媒体和知识者 也一路追到了医院大门口 那根据行程 安华要到王宫去觐见元首 而特色文件 在刚刚的中午也已经签署了 那安华还跟敦马 再一次历史性握手 直到下午的四点钟 安华会回到住家召开记者会 中午的高院 安华会回到两个月 门天之后 无论吸召开